台灣在近二十年來不斷裁軍 其中陸軍更是裁軍的重點 到現在台灣陸軍的原額就是有十三萬 真正的戰鬥人員更少 要用這麼少的兵力去防守台盆金馬 已經很難做到面面俱道 唯有靠快速的反應能力和兵力投射去應對入侵的敵人 以彌補兵原素量的不足 但是台灣陸軍現在的快速反應能力究竟是怎樣呢 是不是足以回應阻擊已經登陸的敵人呢 在這裡要首先說明一下快速反應的定義 對美國這些在全球都有利益 軍隊要作全球部署的國家來說 快速反應是以最快的速度將兵力投射到全球任何一個地方 所以對快速反應能力最重要的裝備是戰略運輸機 因為任何裝備包括直升機、裝甲車和主力坦克 都要依靠戰略運輸機才能運到目的地 但是對台灣來說 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因為台灣是手勢戰略 軍方的防守範圍只有台澎金馬 完全在直升機的行程範圍之內 根本就用不上運輸機 所以說台灣軍方的快速反應能力 主要只是需要談及直升機的投射能力 台灣陸軍近年買了600多部雲炮裝甲車 增強了機動性 但是台灣中央三日阻隔了東西岸 連接東西岸的公路不多 陸上載具不方便快速增援有敵人出現的地區 澎湖和金馬這些外島更加支援不到 所以台灣陸軍的快速反應兵力主要依靠直升機 那麼現在台灣陸軍的直升機運輸能力究竟是怎樣呢? 台灣陸軍原本用118架 台灣在70年代獲美國貝爾公司授權生產的UH1H直升機 隨著台灣多年來的多次財軍 數量慢慢減少 最後在2018年退役 繼續在台灣40年的復役生涯 但是替代UH1H的UH60M只有30架 本來台灣軍方在2008年買了60架UH60M直升機 但是在2009年被時任總統馬英九 指令將15架撥交內政部空勤總隊用來做救援 在這60架UH60M入面 15架給了空勤總隊 15架給了空軍 30架給了陸軍 雖然操作各型號直升機的陸軍航空第601和602裡 沒有自己配屬的步兵 但是在戰時可以運載 同屬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的特戰部隊 迅速投入戰場 所以現在台灣陸軍的通用直升機只有30架 再加上在1999年採購的8架CH-47SD重型運輸直升機 以每架UH60M可以搭乘14名士兵 和CH-47SD可以搭乘55名士兵計算 理論上台灣陸軍的直升機部隊可以一次過投射860名士兵 這是什麼概念呢 以美國最新的美利堅級兩棲突擊艦來計 它搭載的直升機可以一次過投射650名士兵 即是說 整個台灣陸軍的直升機兵力投射能力 就是比美軍一艘兩棲突擊艦多200名兵力 試問如果解放軍的075型兩棲攻擊艦 和071型兩棲登陸艦 組成的兩棲登陸船團對台灣進行突擊登陸 台灣陸軍可以快速用直升機投射足夠的兵力回應嗎? 答案很明顯是不可能 就算投射的都是特種部隊 但是數量不夠 難道這樣就真的可以阻擋敵軍了嗎? 其實當初台灣陸軍打算採購60架UH-60M 只不過是後來被政府高層強行拿走30架 佔總數的一半 這些數量之後都沒有被補回 原本的需求是60架 現在才只有30架 當然不足以應付需求 在攻擊直升機方面 台灣陸軍擁有的數量就不少了 AH-1W加上AH-64E總共有90架 遠程奔襲的火力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算火力再強 始終都需要地面部隊去消滅殘餘的敵軍 台灣的國際困境其實對官方 甚至軍方採購救援直升機 一點影響都沒有 歐洲直升機公司都可以用EC-225超級美洲師直升機 入標台灣空軍搜救直升機的採購案 很明顯 只要台灣願意 不單止是美國 連歐洲的搜救直升機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馬英九政府當年只是不願意花多些錢去買直升機 台灣採購軍用直升機的難度要比採購搜救直升機困難得多 調動買回來的軍用直升機去做搜救直升機 不單止性能上不可以完全符合搜救直升機的要求 更加是浪費了難得採購軍用直升機的機會 當然 以現在台灣與美國的關係 只要台灣願意買更多的軍用運輸直升機是沒有問題的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台灣陸軍最少要買30架UH-60M黑鷹直升機 才能滿足基本的發速反應能力 迅速投射兵來反擊已經登陸的敵人 好多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我開了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令我可以製作更多更專業的軍事影片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like我的Facebook page Follow我的Instagram和Medium 最重要的當然是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